大家好 歡迎來到腦包生活 我是 凌凌 我是奶油 你是剛睡飽喔 每次要錄影你就在睡覺 那我想 跟你們大家分享我們今天要做的東西是 台式泡菜啦 然後就是 把我們家吃剩下的 這個 這是什麼 那個什麼不會吃蛋 高麗菜 高麗菜吃剩就是吃剩的高麗菜嘛 就把它拿來驗一驗好了 還有蘿蔔 這是蘿蔔 然後還有這個 這是什麼姜米 那我們今天準備的材料有 這個 就是 高麗菜 然後 這個是吃半條的 白蘿蔔 然後一些 薑 薑 薑泥 然後還有 醋 跟 糖 糖跟醋的比例呢 大概是 我的習慣是3比2 那如果你想吃甜一點的話可以1比1 然後你想吃酸一點的話呢 可以4比2 都可以 還有鹽巴 那鹽巴 鹽巴 濕來醃這些 鹽巴是主要濕來醃 讓它這個 這個是什麼 這個高麗菜跟 白蘿蔔 讓它能夠 喔 是 不是 讓它軟化 然後把裡面的那個 切味 給它 弄出來 所以就是脫水的功能 然後還有讓它有 殺青的功能 好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來製作了呢 好 那首先呢 我們就是準備一個大鍋子 一層鹽巴 因為現在第一個步驟是要把那個 這個高麗菜給它鹽 所以我們要先弄高麗菜 一層高麗菜 灑上一層一點點鹽巴 灑上一點點鹽巴 像鹽魚的感覺 然後再一層高麗菜 然後再一層鹽巴 來 好 那我們現在就是蘿蔔跟這個 這個是 高麗菜我們都用鹽巴 給它 給它加工了 之後呢 那我們就準備給它放在旁邊 然後用個蓋子把它蓋起來 給它出水 好 現在呢 就第二個準備的醬汁呢 就是把 這個一 二分之一的這個 醋 倒進來 一半的醋喔 沒有這醋大概一杯半吧 就是 然後 全部倒進去了 已經量好了一杯半 然後這個糖 一杯 糖一杯 倒進來 全部倒進去 將 喜歡多少就多少要倒進來 然後就用蓋子蓋起來 蓋子蓋起來 然後呢 讓 讓它 就放著 讓它自然融化 好 那 第一步驟就完成了 那剩下呢 的事情呢 就等 我們的高麗菜跟 蘿蔔 蘿蔔跟高麗菜 軟化之後再說吧 過了 三個小時之後呢 我們的 這個是高麗菜 就變出水狀況就變這樣 然後 我們的 這個白蘿蔔就變出水狀況就變這樣 那 我們現在用清水幫它清洗一下 然後再用 白白水給它沖乾淨再瀝乾 蘿蔔跟高麗菜都已經清洗乾淨 然後也把它瀝乾了 那我們現在就把兩樣加在一起 之後再加剛才做的這個 這個醬 再把它混在一起 這樣就OK 然後就可以拿去冰箱冰了 然後 大概過一天左右就可以吃了 其實做完就可以立刻吃了 只是比較沒有那麼好吃而已 那我們現在就由 奶油來幫我們做吧 請你奶油幫忙 好 乖的 那現在我們就要開始呢 把 洗乾淨跟瀝乾好的這個 白蘿蔔跟高麗菜 然後混在一起 然後再加剛才做的那個醬汁醬 然後混在一起之後 那拿去冰箱冰 這樣子大概放一天左右 那 明天的話應該就很好吃 那其實做完立刻就可以吃 只是比較沒有那麼入味而已 那開始做吧 由我們奶油示範吧 這兩個倒在一起啊 兩個倒在一起 然後我們夾這個醬 對啊 醬汁剛剛已經倒好了 哦 吃乾哦 對啊 醬汁倒進去了 這剛才的醬啊 外面有糖 這還有糖 那如果你喜歡吃辣椒也可以加辣椒啦 那我們今天做的這個是沒有加辣椒 啊喜歡吃蒜頭也可以加蒜頭 花椒也可以加 花椒也可以加 這聞起來比較像泰式那個 沒有是台式的啦 台式喔 但是這個叫做懶人式的台式 台式泡菜吧 應該正常的話 這個汁會過 那我們因為懶得去 所以呢 就這樣子做 就簡單掉了 阿滴是用法 好啦 那你就把它錄到那個 再把它夾進來這個裡面 那我們的今天的台式泡菜做完成了 我們在那裡 也要記得 我們在那裡 把這按摩 在下一個 期待